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習政權不穩 中共罕見 承認七大風險 權鬥不斷升級 孫力軍背後有人撐腰 印度最快4月部署俄製防空飛彈 兼指中共 英國史學家警示 中共明年將加強對台軍事施壓 習近平密集提歷史自信的真正目的 為期兩日的中共中央政法工作會議 1月16日結束 習親信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 在會上聲稱 護航二十大在今年頭等大使 並提及中共政法工作面臨複雜形勢 包括外部勢力的壓制打壓 疫情衝擊 全球通脹環境 政治安全風險 經濟金融風險 社會治安 和公共安全風險 身形安全風險 七項重大隱患 外界認為 這七個方面 是站在中共自己的角度而言 但充分顯示出 中共當局內外交困的政治形勢 時評人士郭平表示 從陳一新喊話來看 但在2022年講話中 近一次提到郭聲坤 外界認為 習慾完全掌控中共二十大政局 反習派亦不會在意代弊 中共的內鬥只會加劇 時評人鄂山分析說 習要求用黨內法規 來維護中央集中統一領導 洩露習近平有兩大隱憂 一 十九屆陸中全會後的中南海 有點像2017年中共十九大後的情形 表面上習定於一尊 實際上暗潮洶湧 習近平持續強調保政治安全 實際是要保自身安全 第二個隱憂是 黨國危險無處不在 岳山認為 習近平在2019年曾提出類似的警告 說動搖中共根基的危險無處不在 這個模擬是一種變相的亡黨警告 中共央視15號 播出反腐紀錄片《零容忍》 曝光孫力軍案更多內幕 還牽扯出其背後最大勢力 愛媒更指出 習近平已沒有回頭路 一旦失利 將會遭到報復 據悉 專題片 不止揭露孫力軍貪污數億人民幣 還以海鮮盒裝美元受賄等方堂事 更點名孫力軍團伙成員包括 袁上海公安局長龔道安 袁重慶市公安局長鄧恢林 袁江蘇省公安廳長黃立科 袁山西省公安廳長劉新雲等 至少5名政法系統高官 專題片指出 孫力軍團伙危害政治安全 外界認為這就是他們在散黨奪權 不過 片中的孫力軍似乎沒有太大壓力 甚至還說了一句 通報內容是準確的 好像是打著官方在對官方通報進行點評 而且孫力軍看起來 還比之前肥了些 而鞏道安鄧恢林等人卻十分潮水 分析指出 從1月13日中共最高檢的公布來看 檢測系統對比孫力軍定的三個罪名 都不涉及政治問題 如果被孫力軍而一個洩露國家機密罪 那個刑期基本就是無期或死刑 但現在似乎是有意被孫力軍開脫 有觀點認為 孫力軍團伙的成員 最高不過副部級 不可能獨立完成謀反的策劃 背後一定至少有副國級官員 估計未來孫力軍的刑期 以及是不是繼續深華背後主謀 是高層內鬥的一個集火點 時評人士 郭平表示 有爆料指孫力軍的終極後台是江澤民 孫力軍的另一個政治靠山 就是同樣是江派的前政法委書記 孫建柱 確評認為 中共是一切禍害的根源 習保黨勢必為對手留下反撲與攻擊的闖口 來鬥加劇的同時 也加速了中共的滅亡 另據澳洲廣播公司分析 習近平不願放權 與他的打貪力度逐年增加有很大關係 習一開始打貪的目的 是解決黨內貪腐心惡 後來逐漸被視為 清除黨內異己 至今已有10萬名黨內官員租起訴 外界普遍認為 習如今不得不顧守大衛 否則一旦下台 自己就很可能遭到報復 印度斯坦時報1月17日報道 印度向俄羅斯購買5套 S-48防空飛彈系統 最快可在4月完成報處第一套 以應對來自中共在邊境的威脅 報道稱 知情人士說有兩套已經運到正在組裝 預計明年啟用4套S-48系統 S-48是俄羅斯生產的地對空導彈系統 射程400公里 可打擊飛彈、無人機、火箭及戰鬥機等 申德里已向華盛頓表明 面對來自中共的威脅 此舉是出於國家利益而做的決定 2018年10月 印度以50億美元向俄羅斯簽署 採購合約 也可能面臨美國 按以制裁反制美國敵人法實施制裁 不過 美國總統拜登提名的制裁政策協調官 奧布萊恩 在1月12日參院確認聽證會上表示 美國應在權衡中共相關地緣戰略後 才決定是否制裁 自2020年5月 印度與中共在西北部邊境陷入軍事對峙後 雙方以多次外交及軍事談判無果 據印媒報導 中共軍隊在中印邊境一帶至少部署了兩套S-400系統 另據《華爾街日報》報道 印度與菲律賓官員表示 兩國已達成協議 印度將向菲律賓提供布拉莫斯反艦巡航導彈系統 矛頭也是直指中共 這是印度首次出口布拉莫斯導彈系統 也反映印度為應對中共不斷增長的軍事力量 而致力於擴大與美國及其盟友的防務關係 北京對台灣的軍事施壓引起各方關注 英國知名史學家 費格森15日在視訊演講中警示 中共可能在一年後升高對台軍事壓力 台灣應加強準備 關鍵在於嚇阻 要令中國了解軍事侵犯代價過於高昂 費格森15日在台北政經學院基金會 與清華大學台北政經學院合辦的講座相回答提問時 將台灣形容成前一次冷戰時期的柏林圍牆 古巴和波斯灣 並指出 他知道台灣希望冷戰不要再次發生 但他認為無法避免 原因在於中共內部的政治 而這一切取決於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盤算 目前在美國Stanford大學 擔任資深研究員的費格森說 習近平將兩岸統一 當作執政終極目標 且急迫勝甚於以往 原因在於中國內部出現各種問題 包括經濟增長減緩 人口嚴重老化 和無法再借槓桿效應 拖延債務問題 乃至中共國際形象遭瘟疫 與戰狼外交嚴重削弱 他在回答新冷戰和台灣夾在美中抗衡的問題時說 中共今年秋天將舉行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 因此他不認為北京今年會對台灣採取風險性的行動 但今年過後 中共對台灣的壓力將會升高 費格森從2018年起 就認為世界將陷入以美國和中國對立為主軸的 第二次冷戰 他說在台海議題上 美國若持續對台法表安全承諾 與中國打交道時 又保持對峙態度 結果恐引發以台灣為戰場的軍事衝突 嚇左是關鍵 要令中共了解軍事侵犯代價過於高昂 這也是美國要做的事 有分析指出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近期多次提及歷史自信這個概念 若無意外 中共話語體系過去幾年反覆強調的四個自信 很可能會吸納歷史自信 擴展為五個自信 此前2017年中共十九大已經將四個自信寫入黨章 四個自信自己是道路自信 理論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短短兩個月內 單是公開報道 習近平就已經在三個重要場合提及歷史自信 其中視程度可見一斑 呂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表示 中共現在開始提歷史自信 其根源是自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危機 尤其隨著改革開放和進入網際網絡信息時代 中共歷史上的種種謊言和罪惡被大量傳播 導致民眾開始覺醒 當年蘇聯解體之前 同樣也是因為大量歷史檔案被解密 引起了社會人群的反思與覺醒 最終促成蘇聯解體 中共從江澤民時代就開始公開提出反對所謂的歷史虛無主義 到了當前習近平時期 中共面臨的國際環境的空前惡化和經濟大滑坡 不止重創了鄧小平改革以來其獲得的所謂合法性基礎 其困境更是被提升到了吸取蘇聯教訓防止亡黨的高度 唐靖遠認為習近平現在強調歷史自信 其實質是通過對黨史的重新編造 來達到美化中共歷史 重塑中共偉光正形象 搞的是藉此鞏固執政合法性的一個系統工程 時事評論員郭平贊文指出 近年來由於陷入內外交困的危局 中共自我解救的方案之一 就是美化罪惡史 用黨史代替國史 強制全國上下學黨史 黨史教育竟然入了幼兒院 今年的大學英語六級考試中 經驗黨史考題 伴隨著黨史的全面入場 承載自由人權民主理念的西方文化 正在被中共驅逐出境 中共正進入文化封鎖和言論打壓時代 聖誕節幾乎成反華節 去年有人大代表提案取消英語課程 今年北京地鐵站用漢語拼音取代英文標識 郭平認為習近平的歷史自信 表明中國社會在意識形態方面 今後將更加阻轉 而是Q的是 歷史自信這一名詞 在第三份歷史決議中並未出現 說明全面回到 跳中字母時代這個政治路線 並未得到黨內的全面認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